今天8月1号什么日子呢 大陆的建军节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支MV好不好 东部战区呢 在前一天7月31号 发布了一支叫做战海江的MV 里面展示了中国大陆最新的航母 还有最新的五代战机歼20 那根据大陆媒体报导呢 这是向解放军建军97周年致敬 一起来看看 好 当然我们看到了 在建军节 其实大家本来会期待说 以前以往的建军节 可能会有一些阅兵等等 但这几年好像改为了 比如说刚看到的MV的宣传 那在微博上我也找到了 许多的这种军武的海报的一些 宣传的一些算是文宣海报 那么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特地发表了说话 他说中国边海防空内涵 和外延伸发展深刻变化 所以影响因素更错综复杂 所以他认为接下来中国大陆的目标 是建设强大的边海空防 您怎么看 我们先说一下八一建军节的来源 他起于你在1927年的8月1号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国民党左派 所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两大系统发动了在南昌起义 然后对立面是中国国民党 蒋介石派跟汪精威派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一次的 这个八一建军节 两方面所用的旗帜都是 所谓的国民革命军地几军地几室 两边都一样 还有比较特殊是 在这个共产党方面 有这个夜庭独立团 很有名的夜庭独立团 非常有作战力 那两方面呢 最后这个共产党前提委员会 所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 那失败也的确的 形成了第一代的 这个工农红军 就是后来的解放军 这样那个建军历史 当然经过很残酷 也很惨痛的经验 最后解放军在1949年 那么击败了 蒋介石所领导的 国民党的军队 然后成为全世界 数一数二最强大的军队 那后来改名叫解放军 所以八一建军解 可以说 经过国共内战 经过抗日战争 那这些 经过国共内战的这些 共产党前提委员所领导的军队 很多人其实在北伐之前 都已经成立了 而且很多人经过很成功的 北伐的战争 所以北伐不能跟我只讲这些史 这共产党也有很多的功劳 然后接下来 这个抗战胜利后 又来一场第二次的国共内战 那解放军获得全面性的胜利 所以八一建军节 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 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具有一个历史性很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在这一次的八一建军节里面 特别强调 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军队 所以要能够在边海空防 什么边海空防 边防主要是讲陆地 比如说面对印度 或者面对其他这个边境上的一个挑战 就是边防 海防那就更不用说了 主要是北从这个黄海 南到南海一系列的海浆的安全 那空防更是全面的 中国四周都有空防的需要 但是他特别提到了说 内韩外延发生深刻的变化 其实我们很容易解释 为什么 因为靠近俄罗斯的那个长达的边境 对 不再是防疫的重点 那以前靠近印度的这个边防 不一定是重点 现在变成重点 对 另外的 以前在靠近这个南北韩附近 对日本的空防海防 尤其是海防不是很重要 但是海防变得很重要 因为钓鱼台的争议 再加上特别重要的就是台湾海峡 以及南海 南海呢 那美国一直要借助菲律宾之手 给予国际化 让菲律宾在南海里面 能够扮演美国代理人的角色 不断的亲属 中国所拥有的岛礁 进而干扰中国在南海的航运重要路线 这是美国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时候海防就非常重要了 而且配合的空防也很重要啊 或者是火箭军的这些防空 也力量更重要 那台湾海峡那更不用说了 因为这个美国一直要在台湾摘培出 强而有力的分类力量 把台湾当做一个准备独立 来打一种台湾牌 那现在赖清德所表现的态度 更符合美国的口味啊 那美国人嘴巴讲说 我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然后这个王毅这边 外长这边就开始讲说 你要落实你的承诺 那美国什么是落实承诺 他跟你打高空 布林肯没事跟你打迷糊仗 对 讲完了算不算数 他说有啊 怎么看都不像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因此习近平主席 特别讲到影响因素 更错重复杂 是 美国跟你打迷糊仗 你当然就更错重复杂 而且发现美国好像以前 还说话算话 现在说的话 不知道哪一些算哪一些不算 哎呀 因为他们对美国内部人讲话 也不太算数 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太多 不能期待太多 所以要建设 强大的边海空防 因为你只有强大的边海空防的 防御力量 进攻的力量 美国人才会听得进去 我们中国讲的话 美国就是怕肌肉怕拳头了 这也难怪 在建军节的时候要秀出 所有的战机 所有的东风 所有的士兵英勇的这些的画面 当然就是要秀给美国看 不要以为中国是吃软不吃硬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大陆国防部长董军也说 时刻准备有效的捍卫国家利益 同时要遏止和粉碎一切的分裂行径 这呼应了刚才蔡博士所说的 那再加上台湾海峡被您说中了 台湾海峡现在已经变成重中之重了 尤其是我们来看一下 7月31号就是在解放军建军节的前一天 果然加拿大的这个巡防舰台海一游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么远千里迢迢来干嘛呢 加拿大说我们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印太 这个防御加拿大皇家海军的巡防舰 蒙特罗号通过台海这件事情 解放军东部新闻发言人李希做出了回应 他认为你们就是来滋扰搅局 东部战区随时保持高度戒备来应对一切的威胁 您怎么看呢 这种各国的军队海军啊 好像时不时动不动 就以这样子的理由来台海一游 董军讲话我发现到比很多的大陆的这些 其他的这个人士讲的更精准 他每一次用语都非常的精准 比如这一次你讲话 捍卫国家利益 南海以及钓鱼台 这个是捍卫国家利益啊 因为中国的主权利益在东海 在这个南海是很清楚的 所以捍卫国家利益 再来遏制以粉碎一切分类行径 是针对台湾海峡的嘛 他就很具体的 让你听到他讲的话 就可以想象出那个画面 那个地图就知道说 现在解放军防卫的重点 就是在东海南海跟台湾海峡 那为了处理这个 也要想办法在西太平洋 能够拒止美军跟日本军队的介入 日本军队不是很嚣张吗 我在余纳国岛放战灰弹 我在池源岛放这个 什么其他的中程导弹 提风系不怕敌之不来 只怕我们有没有准备 所以董军作为一个国防部长 用于潜质非常非常的 恰当跟精准 加拿大这个海军齐防舰 他说印太战略 简单讲他没有办法 从加拿大一条船开到台湾海峡 对中间要停哪里 日本 对或者是阿拉斯加 因为他这需要补给的嘛 你这种船舰要需要补给的船舰 油料啦 各方面饮料啊 都需要补给的船舰 巡防舰基本上不是特别大的舰 大概几千吨吧 然后他为什么7月31号通过呢 当然可以解释说 他7月份本来就计划通过 可是他是故意挑在8月1号的前一天 他故意的 很明显故意的 但是 东部战区的发言人讲说 我们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应对一切危险 曾经有一艘挪威的舰艇 非常靠近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附近 俄罗斯二话不说 就派出军机 做什么呢 不是去表达意见而已 直接了当在那条舰船上面 倒下一桶黑油 你们女性同胞可能不知道什么黑油 机油吗 机油是好的 战机的机油 就机油用完了以后 不能再用以后 要把它倒出来 换新的机油 那个叫黑油 我懂了 那黑油 特别脏 对对的故意把它 你说要 机油是好清理 黑油就很难清理 俄罗斯废物利用 把他这个不要用的黑油 拿来当成他的武器 那一条船之后 这个 这个仓皇离去嘛 不会坏 不会沉 你很麻烦 不会不会 这给你挺麻烦 就有点像 上次不是澳洲的一个侦察机来吗 那解放军的军机 就丢了一个银丝卷给他 我不是真正的银丝卷 我是开玩笑 很多的铝丝条 那会卷进他的这个 发动机里面 那他就要这样 不宜久停于空中 他就马上逃回去了 一定要给他困扰 因为 这个 美国方面派来的人 他们觉得他们由美国靠山 动不动就来耀武扬威 耀武扬威 你不吐他一口痰 只是光骂他 没有用 没有用 这谁也不会听了 你做的动作 让他没有太大的损伤 可是产生很大的困扰 对 这个动作一定要有 要不然他把台海 台海他家的谁 他是域外国家 他大老爷跑来干什么 就像比如说 我们今天 在台北市的新医区开个店 有一个人从屏东北上 来说我这边来跟你示威 你搞什么名堂啊 没有揍你一顿都不错了 所以 我建议东部战区 应该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对 也建议这些域外国家 不要插手别人家的事情 如果硬要插手呢 也拜托帮得上忙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俄乌战争 我们先看乌克兰 终于终于F16到了 蔡博士 但现在问题来了 就算战机来了 100架也没用 为什么 因为人不够 据说他们最多最多呢 只能起飞三架 为什么呢 乌克兰只有六名飞行员 接受培训 可以开这些战机 那每一架战机 如果分配两名飞行员 前后 那意味着 现在他们也只能飞三架 因为六除以二等于三 所以乌克兰这个 拿出来真的不好看 当然美国 或者荷兰他们也有说 丹麦他说 我们有正在训练其他的飞行员 帮乌克兰训练 只要训练好了 就能够把你补足 你飞行员的需求 但是没有人看到啊 他也还没弄出来 所以媒体才会有这种说法说 你不是才六个人吗 一架两个人 那六个人 对不起 你只能飞三架 那我现在给你呢 你只能飞三架 其他休假 是不是 还是放假 这个当然对一个军方的部署 是有点很荒唐 可是你要了解到 战斗机 它不只是飞行员 它还有机工长 它有一个随时修复的团队 因为战斗机升空 那力道都非常的大 是经常需要检修 检修就是不断检查 修就是发现有缺点要赶快修理 这个叫检修 是几乎是一个常规性二十小时 要去配备的 那你检修你后面还要有其他的 一些配合的这个单位啊 为什么 你检修有零件要不要马上换 你零件在哪里 总不能说缺一个零件 整个飞机就停在那边吧 你这零件的补给啊 运作啊 东西啊 这个采购啊 崛起啊 要有一个系统在那边 但是乌克兰目前都没有 嗯 所以都要靠北约或者美国来帮这个忙 那帮这个忙啊 难免就会把北约的一些军官给卷进去 比如前段时间 在哈尔克夫啊 这个俄罗斯轰炸了一栋楼房 五十几个北约军官死亡 就证实北约军官在乌克兰战场上 是扮演乌克兰的一个 一个参谋者 或者是一个指导者 或者参与者的角色 所以这16 F16有六名的飞行员啊 第一个争取制空权 第二个攻击地面目标 第三个防卫啊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其他的攻击的力道 那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能不能改变战局的输赢 答案是否定的 没办法 战局能乃是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向在推进 那我个人也非常好奇 因为我没有看过 或者以前这个战争记录上也没有见过 就是美国的F16战机 对抗上俄罗斯的什么苏凯奇啊 我不在意苏凯奇 拿出来对对抗 是不是F16有神到那种地步 原因很简单 台湾不是买了很多F16吗 当然是所谓等级比较高的四代半 叫F16V 那如果这个俄罗斯的F16不太行的话 那大概台湾买的是F16V 也要准备搁到仓库去了 真的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好接下来呢 讲完了这个战事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运动场上的战事了 先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消息 张雨菲前几天大家都还在雨菲别哭 雨菲很有希望 接下来还会有夺金的希望哦 前几天呢在100米的蝶泳赛事 拿下了铜牌 他觉得有点气馁 因为毕竟他是有这种金牌实力的 接下来呢告诉大家 在今天应该说明天的凌晨啦 因为有跨夜嘛 所以呢在8月2号的凌晨2点半钟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比赛是200米蝶泳的夺牌战 那么在预赛的部分呢 其实张雨菲表现的非常非常的好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晋级决赛啦 但你也知道预赛归预赛嘛 还是决赛比较重要 好这是真心消息 然后呢再来告诉大家 真的拿下金牌了 今年大陆的游泳队呢 特别受到的关注啊 因为那个纽约时报 一天到晚在搞这个竞要争议 但是呢扛着这么大的压力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 首先呢巴黎奥运男子100米的自由泳决赛 哇昨天这位小将呢攀展乐 你知道吗 他游出的这个成绩是破世界记录的哦 46秒40 这也帮助了中国泳队 在巴黎奥运拿下第一面 手金 他今年才19岁而已哦 那他其实呢 从小就开始练游泳了 那最近呢媒体就找出来 他10岁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 有人就问啊 记者就问说 那你觉得你要怎么拿冠军呢 当时候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我只要游的比孙杨快就行了 哇他还真的游的比孙杨快 但这次呢他拿到了金牌 这个蔡博士您怎么看呢 今年中国其实扛了很蛮大的压力 但是这些小将真的是不负众望 我们先理解一件事情 在西洋人的眼中游泳 尤其是男子游泳 他认为是他们的天下 有人就这样形容说奥运泳池是白的 对 看过去的记录也的确是如此 但是奥运的游泳池 现在开始变黄了 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的泳将 一直都非常努力 力争上勇 而且有时候被很多人认为 我们在体型跟体力上居于这个劣势 就表现给你看 突破这个劣势 你们继承观念所谓的身体结构上的劣势 但是我们这个发起的动力比你强 对 我们特别提一下 这个自由市100 那有点像那种田径厂商 那个短跑100公尺一样 通常都被认为 是一个各种比赛中的 一种殿堂中的殿堂 因为那个速度极快 技巧极高 至少很多人心目中这样认为 所以我也很喜欢看那些 短跑100 也很喜欢看这个所谓的自由市100 因为自由是速度最快 对 而且他是50公尺的游泳池 去啪啪跳马上回来 看了那个心脏跟血压 都蹦蹦跳的 不小心哪个东西你可能就错过了 对没有错 而这一次攀展乐能够击败 这个不管是澳大利亚美国 这些有名的勇将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打破世界纪录 也打破他自己的记录 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在赛前他曾经抱怨过 他说他有跟那个 这个澳洲还是哪 还是美国哪个勇将打招呼 他不理他 对耶被当空气 然后在练习的时候 他们就故意把雪花 溅在中国队的教练身上 嗯 故意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毕竟年纪轻 19岁 年纪轻 心里当然会不舒服 这个 觉得他是瞧不起我们 就绝被看不起 但你要知道 因为19岁他很难理解 西洋的文化 跟咱们中国文化 就硬是不一样 咱们中国文化 会尊重弱者 依浪而生 这是一种礼仪 一种一种君子的风度 但是美国人 或者是澳洲人 他们有个坏习惯 他们崇拜英雄 崇拜强者 崇拜比他强的人 瞧不起比他弱的人 而且还鄙视比他弱的人 你只要看到美国的摔角运动 就知道了 所以连在奥运这种 不应该有这种现象的话 都刻意这种小动作上 鄙视中国的勇将 所以潘展乐就觉得不舒服 可是等到潘展乐打败他 拿到金牌了以后 他就主动过来跟潘展乐恭喜 太假了 太假了 这是西洋文化 你打败他 他欣佩你 你不能打败他 他瞧不起你 这个求取强 是咱们中国唯一 取得生存之道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K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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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